還有那個 你選話招人要不要稍微廣告 不要這麼做 重點是他有很好的GPU卡 他很歡迎大家有data要training 就是沒有那個硬體設備他還願意share出來這樣 對吧 你都這樣講了 OK 我們繼續來講說 剛剛已經提到就是整個我們要怎麼樣做update 理論上證明完 但是在Deep Learning裡面證明完 會表示你一定是可以那樣做 那RN最重要是說 RN最重要是說 我們希望Lost Function是一直向下一直向下 但是事實上他可能就是 然後可能都通通是0 他可能大部分就是gradient會有vanish 或者突然間就是很高 他會有一個像牆一樣 就是本來你是小小小小 他突然間碰到一變很高 然後整個相減以後 然後一彈就彈到不曉得跑到什麼地方去了 那他為什麼會有這樣子的問題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 這個他的Lost Function經過是這樣子在跑的時候 他有一個 這個最重要我們來看一下 他為什麼會有gradient vanishing的一個問題 這個數學大概是剩下兩頁而已 所以大概大家撐一下就OK了 那基本上我們把這個Lost Function對W的一個 一個 Derivative 把他gradient把它展開 以後我們發現 假設我們在Lost Function Time T 然後我們要以 這個就是以Hidden Layer在K的時候 對它作片為分的時候 我們基本上是一個這樣的式子 那其中最重要的是這個東西 魔鬼就是在這裡這樣子 我們把這個東西展開 那基本上 因為假設你是TimeState K 對TimeState T做微分的時候 基本上用一個 全入 基本上它是一個連乘 它是從一個K加1到乘到一個T 這邊是一個J-1到J這樣子 它是一個這樣子的一個連乘 那我們看看每一個 HJ對Over HJ-1 它是一個什麼東西 那基本上也就是我剛剛講的是一個 Jacobean的一個matrix 然後剛剛已經有推導過 所以我不再推導 所以它產生出來會是一個Diagonal 或者是一個 Activation Function的Derivative 乘以一個W 那這個東西它有什麼問題呢 就是這樣子的一個 它是一個連乘 連乘的話最重要的就是說 假設W最大的一個EigenValue 就是它的None把它展開 它會是小於等於這個 這個EigenValue 就是最大的這個Value Wtransport這個None 這個None 其實上我們可以用它 最大的一個EigenValue出來看的話 它實際上是小於等於 就是一個Beta的H 乘以一個Beta的W 但它是一個連乘的時候 它就是一個T-K的一個 直方這樣 那你可以想說 假設你T是一個200的Case 就是說我的句子可能是一個有200個單字 那200是一個很誇張的一個單字 那就是200單字 然後第五個單字 跟最後一個單字 我產生一個關係的連結 我希望它的Gradian能夠產生 那事實上 你如果去給它代的時候 如果你Beta一樣是代0.9的時候 你發現它基本上它就是等於0 如果你Beta是1.1的時候 它基本上它會變成一個17次方的一個數字這樣 所以它在1的附近的時候 差一點點它就是0 小於1一點點它就會變成將近是0 它大於一點點的話 它就會基本上它就是跳掉 所以Gradian可能是一個Exploding 或者是一個Vanish 那其實這個問題不一定是在RNN才會發現 它在Pit4None的事實上 你在Lair很深的時候 它也會有這樣子的一個部分的一個問題 所以那現在為什麼一些那個ImageName 它可以搞到這麼深 它其實上它有用一些方法 它有用一些解法 去把這個問題去解掉這樣 那它在訴訟講就是說 基本上因為我們看到是一個 一個就是W這個Matrix的一個Igaming 因為基本上它是連成 所以我用什麼方法來 來approach 我用什麼方法來解決這樣子的一個 一個就是說Gradient 它會Manage 或是Gradient 它會Exploding 第一個它就是一個EchoState的一個Network 它這個Network 因為我本來想貼它 怎麼我覺得貼出 基本上它的Input的Weight 跟Recurrent的Weight 它基本上是它不是自己做Update 它基本上是你去設計它 讓它一個最大的一個IgonValue 讓它是接近1 它就是做一個這樣子的一個設計 這邊基本上 對不起 這邊我沒有把EchoState 搞的就是 基本上它書上它是這樣寫的 那第二個方法就是 這應該是說透過一個Multiple的一個Timescape 這個跟上面 這兩個東西是一樣的 就是你可以加上一個Skip Connection 你本來是每個Step 你都是有連起來 你可以透過另外一個網路的連結 就是你經過每一個D的Step 你再做一個連結 所以你本來是 譬如說你本來是 只能撐大概五次 你就Gradient就沒有了 你這樣跳跳 有必要你每次跳五個 你就可以又更長這樣子 你就可以把比較後面的東西 跟比較前面的東西 去把它就是串在一起 這個是另外一種方法 然後也可以用這個叫做Liquid Unit方法 就是說 它這個東西其實跟GRU 有一點像 就是說你在下一個 這應該是T-1 不好意思 這個是錯的 這個應該是T-1 你說你在下一個 就是Timestep的時候 看一下 應該是T-1沒有錯 我到底要針對它現在的這個Timestep 我要做Update的時候 我這個Alpha如果是E的話 我就是前面的東西就是比較多 如果1-Alpha變成0 所以現在的Input的東西會比較少 這邊我在講GRU的時候 會講得比較清楚 其實它的概念是一樣的 然後另外就是說 就是說把一些Connection就是把它拿掉 再來當然就是Long-Shotten Memory 然後另外就是說 譬如說我加上一個Vegularization 然後讓它說它的整個Image的Flow 就是可以拉得更長 基本上這個做法就是我讓這個Gradient 這個值跟這個值是很接近 然後我加上一個Regularization 就是加上一個這樣子的東西 可以讓它做一個比較好的一個Approach 另外就是說我在其他的部分 在那個Modal Tutorial 它有提到就是說 有一種方法就是說 你要做Back on Prompt的時候 我就是跑了三次以後 我就把它給切掉 或跑了十次把它切掉 Gradient的Explosion最重要的就是 我就是把它切掉 當你Gradient太大 它說這個是一篇論文 但是其實它學問就很簡單 譬如你可能 你Gradient去選擇 譬如說一到五中間 你三或五就隨便 就說當我超過三的時候 我就是三 懂我意思嗎 它就是這樣子而已 但是這個就是一個 發現就是一個非常好的一個 一個作用這樣 你本來會 Gradient碰到牆會跑掉 你經過這樣子的一個Clipping以後 他基本上他就 另外就是 Learning Rate是用RMS Pro 另外這個應該是Hinton 或者是Benjo 我忘記是哪一個 就是說 他就不相信一定要用LSTM 他就說 好 我的Initialize的時候 我的Matrix 就是用E 就是Identity 然後加上Relude Activation 事實上也可以 那 最重要當然是LSTM加GRU 這樣子 那在實戰裡面 你看到就是 這兩個東西 是比較常 就是 常被應用去解決 這樣子的一個問題 然後開始講就是 Long Short Term Memory 就是LSTM LSTM當然有些變形 就是GRU 一個是Peephole 然後這邊 我會就是 這邊 因為 LSTM 因為現在大部分 幾乎用RM 你都是在講的 不是LSTM 就是GRU 基本上你D4 你就會用到這個 那這個東西 在很多的書上都有 只是說有時候 就是 看起來好像覺得 感覺很有 但是叫你自己 把他刺字 就是寫出來 有點難喔 然後我大概自己看了很多 我覺得自己 有幾個地方 我覺得講不錯 然後就是 分享給大家 基本上 我們先看看 什麼叫做Gate Gate 基本上的東西就是一個 像一個開關一樣 它就是 連在一起的時候 你就可以通過 打開的時候 你就可以通過 那在數學上 它就是 你本來就是有一個Vector before 然後你跟裡面 這個Gate就是Element 可能是1 可能是0 經過一個Element1 Stop以後 1 A1乘1 就是A1 A2乘0 就是0 那就是這樣子 那基本上它就是一個Gate 所以它是一個Vector 1或0 假設1 訊息就會被Kip 假設4 0 訊息就會被Flush 就是會被它 充掉 那在 在數學Operation 就是一個Element1 一個Dot 那因為Element1 一個Dot 在Neural Network 因為它自己學習 你要學習1或0 通常你會用什麼 當作Function SIMOE 你會用這個 SIMOE Function 是一個很 很直覺的一個 選擇這樣子 好 基本上你已經把 就是LSTM裡面的Gate 的概念 已經學完 它基本上它就是這樣 好 開始我們來看就是 它這個LSTM的公式很多 就是它有 但是基本上它就是有三種Gate 一個叫做Forget Gate 就是我到底要不要忘記 忘記會不會比較快樂 然後 Input Input 就是我到底Input進來的時候 我要不要讓它進來 然後再來是Output 就是 對不起 就是Output的時候 它就是我可以讓它有Output 然後它跟一般RN不一樣 一般RN記憶是用HT Hidden Unit來做記憶 它多了一個Cell Memory 這樣子的一個東西 這些事實怎麼來 這個我等一下再來講 那基本上 這個是一個SIMOE Function 就剛剛講Gate 它是透過SIMOE Function 它的值就是現在的XT的Input 跟上一次的Input 會產生出來 讓它就是 裡面到底是1 或者是0 OK OK 那 LSTM件跟一般的RN基本上就是它多了一個Cell Memory 它有比較多的Matrix 就是為了要產生Gate 然後RN它的Update 基本上RN最重要的問題就是它每一次都Update 它每一次Update會讓你訊息 譬如你最一開始的訊息 你每一個TimeStack都做Update的時候 你訊息會被稀釋掉 或者是什麼 那LSTM要不要UpdateMemory 它基本上就是透過Gate這個東西來執行這樣 好 那整個講LSTM我覺得它講得最好的就是COLA這個 它講得最好 它基本上是用一個輸送帶的一個觀念 我們在生產線上的一個輸送帶 我本來輸送帶裡面有上一個時間點傳遞下來的東西 我這個叫做Sale Memory 有Sale Memory有傳遞東西過來 然後過來的時候我聽到第一個關卡 我就問我到底要不要讓這個東西繼續存在 就是說我這個輸送帶我可以搬東西 繼續搬東西上去 我可以搬東西上去 可以搬東西下來 我裡面也可以打開一個洞 讓本來的東西就是把它彈掉 像抽水馬桶一樣 我可以把東西就是沖掉這樣 第一個CT減移東西進來 我先就是先問說我到底要不要忘記 就是我有一個PoketGate 然後跟這個東西去做 PoketGate有人說這個用Forget這個英文字是不太對 應該是用Remember才對 因為它是1的時候訊息它會保留 它是0的時候訊息它就是沖掉了 就像被抽水馬桶沖掉 它就變成是0 所以一開始我就先過來 這個輸送帶過來 我先看說前一個東西的東西 Cell Memory的東西 到底要不要保留 OK 那PoketGate這個產生就是 我每一個Gate 基本上都是用前面的Hidden Unit 跟我這一次的Input 去產生這個到底是1或者是0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這個PoketGate裡面 可能給我剛剛想的就是一個Vector 可能都是充滿了1和0的東西 跟這個做ElementEinstalled以後 我就知道這個CT減移有多好東西被我保留下來 OK 那保留做什麼 就保留當作這一次的Input 然後再來我們來看Input Input Input這個東西的話 就是說 它當然會有一個Input Gate Input Gate Input Gate一樣是前面的Hidden Unit的提解力 跟現在的Input 所透過Matrix加BIOS 透過Simoid Function 產生這個Input的一個Vector 好 那再來就是說 我有東西 我這次有東西 我想要搬上去輸送袋 那一般在 在Neural Lego裡面 我們不可以赤裸裸的 就把東西就是搬上去 我們一定要經過Matrix 然後在整個這個裡面 要經過一個activation 這個就是Tangent Hyperbolic 那為什麼是Tangent Hyperbolic 就是說 這就是LSTN的經驗值 它的activation function的內容的選擇 就是一個Tangent H 所以經過這樣子的以後 我就有一個新的訊息 這個訊息就是準備要去做update 但是我要不要讓它可以進去 我剛剛講的 我要有Input Gate這個開關來確定說 我到底要不要讓這個東西進來 那請問就是說 是不是這樣子以後 我確定這樣以後 我的新的cell memory就是這個東西 不對 因為剛剛我們還有 剛剛我們有先說 我們本來就有東西 然後透過Pokeet Gain 到底要不要保留 再加上這一次新的東西 兩個加起來以後 會產生了新的Memory cell的Memory 就是這樣 所以CET就是我的final content 在這個cell memory上面 OK嗎 OK 我就再接下去 那在有cell memory以後 我要看我怎麼去跟這個hidden unit T去產生關係 那基本上就是把CT這個東西透過Tangent Hyperbolic 當然我需要一個output gate 所以兩個output gate 去跟Tangent Hyperbolic CT 這是最後的內容 就是去做animalized dot以後 就會產生我的HT 所以這就是我的LSTM整個的公式就是這樣 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 就是我有三個gate 我有一個cell memory cell memory 基本上我就看前一個cell memory 它要不要叫我forget 然後我這一次的input 我要透過 它這個SIMACI就是一個Tangent Hyperbolic 就是我這個input 到底content內容是什麼 我就是透過一個Tangent Hyperbolic 但是我要不要input呢 還是要input gate來做八關 經過這樣以後 我有一個CT CT透過Tangent Hyperbolic 再跟output gate 看要不要output以後 我就有一個HT 所以整個加起來這樣的東西 就是一個long short term memory 那這樣的東西搞的就是有一點 就是比較就是 看起來就是還蠻直覺的 我到底要不要update 然後我有多一個cell memory 去幫我記憶東西 那實戰的時候 基本上都會把這個整個東西 就是畫一個 狂狂就寫一個叫做LSTM 然後你可能在TensorFlow 你就是去呼叫這個LSTM cell 這樣子就好了 不過我們看這個東西有一個好處 就是當你看我等一下我會再講 就是我們可以看說 它這個東西怎麼來協助我們做Gradient的一個Vanish 去解決這樣子的問題 所以最後你看起來就是有一個forget gate 它去跟CT-1 有一個input gate 產生new info 然後有new info 又看它它要不要off到HT 所以你看各位看到就是說 它在每一個time step 它是讓有CT 有HT 有這個 是讓input它是有三個的 在RN裡面我們input只有兩個 OK好 那LSTM為什麼可以幫助Gradient的Vanish 記不記得我們剛剛的outputHT 是output gate去跟Tancher Hyperbolic CT去做DOT 那Tancher Hyperbolic你在搞了很久以後 它難道不會lanish嗎 它為什麼可以幫忙 它幫忙到底在哪裡 我們先看一下就是說 這個因為它是 我是引用牛津的那個 Oscore Deep Learning NLP 所以符號有點不一樣 不過基本上一樣 剛剛我們看到有一個連成 就是從一個time step k到time step t 然後這個是activation function gradient 然後跟這個matrix去連成的時候 他說 重點是在這個web matrix 如果它的最大的 eigenvalue 是1的時候 它就gradient可以傳遞 大於1它就會爆炸 小於1的時候它就會變成是0 基本上魔鬼是在這個地方 那魔鬼為什麼會在這個地方呢 傳統RI有看到它大概 它長的就是一個這樣子 它事實上就是g 是一個activation function v就是matrix 因為它是function of function 不斷的chain 因為function of function 不斷的chain 在做backplot的時候 它會變成就是連成 它不斷的連成就產生了 它不斷的連成就產生了 你知道就是 就是 一的就是爆炸 一的就是vanish 然後我們來看LSTM 我們先把get先拿掉 我們看到這個sale memory 就是前一個 我說先把get先拿掉 前一個seller加上tangethype 其實這個東西跟這個東西是一樣的 就是一樣是一個activation function 然後加上一個matrix 這個東西事實上是有可能會vanish 但是記住有這個東西 中間這兩個它們是一個加法 整個就是 重點就是apply 就是有一個加上一個memory 那memory cell就是 讓它產生這個 重點是它從乘法變成是一個加法 這個是我大概之前去study出來 那剛好我在今天 在看那個 Stanford的那個 CS22 Slender Law 它的Lecture11裡面 剛好有問到 他的老師也這樣講說 但是重點就是從乘法到加法 事實上如果是各位 他提到一個 我今天看文言清一下 就是說 resnet 就是resitial net 它可以做到一百多層 它其實 因為做到一百多層 通常你的gradient 一定也就是很難存活這樣 那其實你沒有用到就是加法 那因為我沒有去看裡面的很細節 它到底是用什麼去加什麼 可能各位去看的時候 應該也會看到這樣子的一個東西 就是它會把上一個layer的東西去用加的 加到下一個layer 這個就會產生到它這個gradient 就是可以傳定 那各位會說 不對啊 你剛剛不是講說 這個你是把那個gate先拿掉嗎 所以你這個應該是forget gate 跟這個cell memory engine去做dot 這是input gate 那重點是在forget gate 所以一般它會講說 你的initial forget gate 它的bias要設定是1 如果各位去看那個tance flow 或者是什麼的話 它的forget gate bias等於1 它會自觸 它會是 對 它是會設定 就是說 低迫值就是讓它 讓這個值就是 至少你一開始的時候 我就讓你記住東西 一開始你在這個lstm在train的時候 一開始你一定要先記住東西 你才有辦法繼續再想一下這樣 OK嗎 Don't short time memory 基本上是這樣子 OK好 這個就是最後 然後就是 所以基本上 forget gate 是1的時候 然後就是 don't forget 然後gradient 你就可以透過cd 然後一直向前就是做 傳遞這樣 嗯 這個沒有錯 OK 然後畫一個圖的話 就是說 假設lost在這邊 這一個 一般的rn 它是不斷的一直 變淡 那在lost short time memory 它有gate 它這個gate是open 它這邊擋住 它就不讓它出來 圈圈它就可以傳遞過來 把黑色傳遞過來 它不讓它出去 這個還是白色 再一個 再一個 然後這邊變成圈圈的話 就可以offer出去 然後最後變成擋住的話 它就是 所以它是用gate 來做一個 傳遞的一個動作 然後它出生 然後它出生 圖 基本上呢 如果大家有看那個 有一個tutorials Eddie Gossi 就是一個應該 應該是 瓦里魯的老師還是怎樣 因為我有時候常看他的那個 那個video 他的video 有時候會講到一些 定理的推導 所以 他應該是印度人 所以他英文還蠻清楚 所以 他在講就是說 LSTM出來以後 就 有很多 圖 為什麼有很多圖 通常都是 假設第一個人畫了一個圖 第二個人會覺得說 你那個圖根本就是 看不懂 然後就再畫一個圖 但是 所以你會看到 LSTM會看到很多圖 但是 那那個老師說 他都 他從那個圖裡面 就是很難去看得懂 但是從剛剛的那樣子 邏輯的 事實的解釋 他覺得這樣反而比較直覺 你可以去懂 你搞不好可以自己畫出自己的圖出來 可以比較 詳細 可以解決 那 說實在這個是我看過 我最難懂的一個圖這樣子 所以 就是在LSTM很多圖裡面 這個算是 那我覺得解釋最好 就我剛剛講的那個cola 他那個部落格 他呢 他真的是講的用canver 我看到最後很多 說slanfor 也在講課 也就是用他的 大家真的可以去看一下 會讓你很直覺的去 記住一些東西 那這個樹上 就是說 本來我們在講的 LSTM 假設只有一個 假設你Pokege 假設你有 你有好幾個的時候 你就會要再加一個下標 所以你這樣會產生就是更多的樹 的式子 那基本上我們沒有要在這邊再待遍了 那基本上這個是樹裡面的一個式子的符號 OK 好 那 LSTM有一些變形 就是第一個 最重要的一個變形 就是說 這個幾個是我自己記出來 因為我在看 long short term memory 我出來一問 就是說 第一個 LSTM會覺得很redundant 就是 為什麼要有三個gay 然後 我本來memory 我hidden unit 就可以記住東西 為什麼要加上一個sale memory 我那時候一直搞不太清楚 那我也一直 那我們真的需要這麼多gay嗎 然後為什麼需要 去跟sale memory去記住東西這樣子 OK 然後 然後在GGRU裡面 奇怪 我 沒有 是打開了錯的檔案嗎 還是這樣 OK 好 就是 最重要的就是說 其實最重要的就是說 我在新的hidden state的時候 我事實上 我想知道就是說 我在 是要比較多的前一個state 還是比較多的新的information 其實上只有這樣子而已 我再要做這個hidden state的 因為我說 我希望就是我這次的訊息 都是上一次的 或者是說 我這次的訊息都是input的訊息比較多的 新的訊息比較多的時候 我就放比較多的訊息 其實我只要這樣子而已 然後這個新的訊息是什麼 我們來看一下 就是說 這一個式子跟這個式子 這兩個的差異 就是說這兩個的差異在哪裡 這個式子就是說 其實我們剛剛講的 no-shot-to-memory 那個contents的內容是什麼的 基本上長這樣 假設我加上一個rt 然後這個是一個gate 然後跟這個ht-簡易做一個dot 那這樣子 這個有一個什麼不不一樣的意義 就是說 我這個r可以是1也可以是0 它是1的時候 它跟上面是一樣 就是我有前一個state的info 它是0的時候就表示 前一個state的info我通通不要了 通通不要是一個很重要 在LSTM跟GRU這裡面最終很概念 在RNA裡面 因為你不斷的前一個state 都要不斷的update 所以你的information 你的memory information 你不斷的被稀釋 不斷的一直加 一直加 或者是一直 因為你不斷的被update 所以你不斷的被稀釋 你有的時候 你就sometimes 你不要了 你前面東西我都不要了 我現在就是要重新揮零 重新開始 我就要新的東西 前面東西對我來講都沒有意義 前面東西為什麼會沒有意義 比如說你已經output過了 你已經output了 你已經發射 你就不再有那樣子的意義 所以它會有一個gate 就是做一個就是 我前一個state的東西 我到底要不要保留 去做一個這樣子的一個 好 那我講大聲一點好了 就是說 所以gru呢 它基本上它的式子就是 Zn 它的一個gate 就是你到底要不要update 你這個就是一個updategate 到底要不要update 那基本上你就是看一下 它如果是1的時候 這邊是0 就表示我前面的東西 通通沒有 我只在意現在的東西 那你如果是0的話 我前面東西就是 基本上都用前面的東西 那在這個裡面 如果是1的時候 這邊是0 我就會用現在的新的東西 因為新的input 它事實上除了這一次的input以外 我還有一點點前一次的東西 所以我需要一個resetgate的東西 機制來做開關說 我到前一個state的到底 我要不要保留 所以基本上gru的動作 就是一個這樣子的動作 OK嗎 這樣解釋大家有直觀嗎 就是 基本上我覺得它就是 所以這樣子動作以後 大家發現什麼 第一個gate 剩下兩個 第二個 沒有電池的 沒有電池的 聲音太大了 OK 我繼續講啊 然後 唉唷 會唱聲耶 不是 你說你便利我繼續講 我就繼續講 沒有電池的 沒有電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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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這樣有聲音嗎 OK好 然後就是 喂 你怎麼下 我還多啊 剛剛真的講到一半就沒了 OK好 我要講到什麼 OK好 第一個就是說它的gate只剩下兩個 然後它沒有cell memory 它只有hidden而已 所以基本上它的parameter是 遠少很多的 那 這一頁才是 上一頁我沒有把它刪掉 我這一頁才是 就是說 本來如果你是長這樣的時候 你是沒辦法去forget 你知道不能忘記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 所以 你要用RT這個東西當作gate 然後才有辦法去做 forget的一個動作 所以 在樹上 cola它的 它的表達方法 那我覺得我剛剛的表達 maybe 大家會比較 直覺一點 那有減法就有加法 就是說 你剛剛是把那個 那個parameter 減掉 但是有人就說 你不行啊 你這樣子 就是LSTM已經 所以他認為說 LSTM的整個東西只有一個 你的Gate 為什麼你在 這個Gate的機制只有 現在的Input 現在Input當然也知道 你又看著前面的Fidden Unit 但是Seal Memory 你為什麼沒有看它 你為什麼把Seal Memory 看小了 所以 就是說 它在整個叫做Pickhole的時候 它就是 除了HT-1跟HT-1 它就再加上CT-1 這樣子的東西 加到裡面 就讓它產生一個Gate 它覺得這個information也很重要 所以 整個 那 有一篇paper叫做A Search Space 是